一星期一本书 男女之间最靠谱的关系不是相爱 而是兜底 这就好比基金 选择列后的都是 最你中有我血浓于水的 爱情的套路和金融一样 优先的都是炮灰 脱底的才算固执 以上这段妙语并非出自某微博情感大号 也不是那个网综里的恋爱公知 而是一名常年经营在影视娱乐圈的导演和编剧 他用一本书把这些拍戏之余的奇思妙想 通通落笔归纳成了一段段给予 全无鸡汤式的感话说教 却句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包括他的书名 你不扑上去 世界怎会尾身于你 无不透出强烈的画面感和动作性 标签着周文武贝这个作者的独特身份 蒙太奇A 关于爱 无论哪种女人走三步都可以到达她的心 第一步让她开心 第二步让她不开心 第三步让她一辈子开心 做不到 先说 男女在一起 男人一开始都一个样 时间久了 逐渐千奇百态 有好有坏 考验素质 女人一开始都不一样 好弄难弄大不相同 可岁月荏苒 尘埃落定 最终都还一个样体现本质 男人追求女人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 他的耐心与他的自尊搏斗的过程 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一次你死我活的战斗 不同的是 男人的胜利会带来暂时的和平 而女人的胜利 则往往引来更多的攻击 肚子吃没吃饱 直接关系到男人对爱情的敏感度 所以约会时 设法让对面的男人多吃点 这样可以看出 他对你的兴趣究竟有多大 女人的年轻 至于男人最大的意义 并非身体 而是错得起 一辈子有一些刻骨铭心的遗憾 和追悔 其实也挺好的 这才是活着 别回头 人生和电影一样 凡事太早大团圆的 都不是好故事 不是一类人 不上一张床 蒙太奇B 关于选择 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 好不容易选对了一次 却以为自己弄错了 不明白自己要什么的 有两种情况 一 想不明白 二 不想想明白 两者都不悲哀 前者糊涂但幸运 后者英明而彪悍 宁作饥饿 但凶猛的狼 也不作安逸 但求宠的狗 摆在我们天平两端的 往往不是三合七 也不是四合六 而是零点一和九点九 这才是真正 令我们为难的地方 哪怕你有足够的资本 也终归要在许多领域 面临一个选择 是领养一条小狗 还是光顾一个小丑 前者常常让你操心 但轮不到别人 后者总能让你开心 但也包括别人 1.坏的选择 也可能有好的结果 2.自恋 是个好东西 它可以保护你 3.尽量用心坚持 而不是用力坚持 对一个兴趣太广泛的人而言 没有比确定自己对一件事情 没有兴趣 更值得高兴的了 有时候压力也是种运气 把人生当作一种训练 比如竞技体育 又比如电子游戏 如果太随性 段位不会高 没有痛哭流涕 骨刺追心 哪来似如泉涌 灵魂附体 人生的舞台上 不需要鲜花和掌声 而要尽情尽兴 别担心同行 不把你当回事 也别担心老板 不把你当回事 要担心的是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 觉得自己不是回事 年轻人 有三个不要怕 不要怕生 不要怕丑 不要怕变 唯一要怕的 是后悔 注定要承担的压力 就不是压力 犹豫才是最大的压力 这个世界说到底 是卑贱的 你昂起头 它就弯下腰 山越陡峭 越适合 天黑的时候攀爬 合唱这本书的第一天 你的脑海里 会充斥着 跳街的画面 仿佛看完了一部 豆瓣高分的文艺电影 从头到脚 满是真理 兴奋地想要改变世界 但是第二天醒来 你又会发现 这些画面 像清泉一样来 像尿液一样走 它们并不属于你 它们只是帮你理顺 和世界的关系 如同书的《非夜》上所言 你捡起它 源于好奇 它选择你 则是深意 能不能让世界 伪身于你 还得看你自己 今晚的分享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大家在文末 点赞 转发 将这本书分享给 更多爱读书的人 文倩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千江 祝你 晚安 先别说 先别说 离开我的理由 反正都将是相同的结果 拥抱着 拥抱着 没开口 泪先流 因为 我学习着放手 偶尔 抬头看天空 心还会 有一阵阵难过 当我习惯寂寞 才是自由 在爱的时候 眼泪暗暗静静地流过 相爱的时候 眼泪暗静静地流过 眼泪暗静静地流过 你说过的话 眼泪暗静静静地流过 偶尔回过头 曾经拥抱过的双手 爱留着温柔 多年后 多年后 也许不再伤痛 当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络 可能你 可能我 在不同的角落 依旧吹着同一阵风 偶尔抬头看天空 心还会有一阵阵难过 当我习惯寂寞 才是自由的时候 眼泪然静静地流过 向外的时候 你说过的我还清晰在耳朵 哦 只过亮亮静静地走过 哦 轮回过的 曾经拥抱过的双手 哦 还留着温柔 哦 时光慢慢静静地走过 偶尔抬头 曾经拥抱过的双手 还留着温柔 还留着温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